今天我们请到Bruce来做我们的嘉宾 我们就请他讲投资移民以外的一些投资方法 分别就大概有四大部分 包括就是工作的居留证 或者是专才的移民 第三就是创业家的签证 第四就是其他类别 包括就学、结婚或者所谓的退休移民 第一部分就是说工作居留证 而这部分又分为受雇或者自雇 就是你被人请自己开一间公司 这个开的公司和600万人移民又不同 稍后Bruce就会详细讲的 我就想讲回这个礼拜台湾有两样东西 可能和我们移民有少少关系 包括第一就是申请护照 以前我们都去外交部申请的在台湾 而8月11号开始 就扩展到在所有的护证事务所那里申请 可以 那就是方便很多的 因为护证事务所在全国里面 有很多个办公地点的 那与外交部这么少 相比来说现在就会方便过以前 那第二个就是今天才公布的 那台湾那个成年的法定年龄 以前是20岁 那今天公布就是会收文法 就变成18岁 那就是一个成年的年纪 那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他18岁就可以结婚 而不用父母的同意的 不用父母签纸 他都可以自己结婚 那这个就会关系于我们 今天第四部分会说 就是说如果你结婚移民 就会是怎样了 那收不收到 就是18岁就可以不用父母签纸 就结婚移民过去台湾 是的 譬如香港的年轻人 和台湾的如果是异地戀 那他们要结婚 那接着他去台湾的配偶 那他可以申请香港的另一半过来 医亲来居留 那以前你可能就要20岁以上 那你才可以用这个方法结婚 那而现在可能就低到18岁 那待会阿布斯可以再详细说 那现在我们首先就请阿布斯 说回工作的居留证 是怎样去取得 譬如说如果是受聘的话 他有一些规定的 譬如公司的资产等等 是不是阿布斯请你讲讲好不好 好啊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台湾其实是要比较缺 比较高阶的人才 所以他在外国人部分的话 希望很多外国的专才 可以来到台湾来就业 所以他们都会开放部分的职位 给外国人包括港澳人士的人士 来台湾就业 那至于说我们一般来讲 香港人听到我来台湾就业 因为拼请的公司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 你不要说我开个早餐店 然后再请个香港人过来做事 那当然他们的条件是 本身你是香港人港澳人士的话 我们先讲港澳人士 你只要请这间公司如果是第一年成立的话 它的资本额就要50万以上 如果是已经成立了一年以上的公司的话 它的资本额就要1000万以上 因为它是觉得你有相当规模的公司 你才可以去请 即是请台湾人的机会去外面拼请外国人的身份 至于我们香港人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说我去台湾申请一间公司 自己做老板 那你最低的资本额就是50万 50万的时候你申请 也是要经过投审会的批准之后 让你过来设置公司 那你资本额会进来50万之后 你就说因为你本身是公司的负责人 你就可以顺便申请一个叫做工作的居留 那你可以凭这个工作居留 就可以进来台湾经营你这间公司 但是你的工作居留的条件就是说 你公司存在 你的工作居留证才可以继续使用 那另外因为第一年来工作居留的话 它通常来说只会批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那因为期满之后 你就要再逐个居留证的话 它就另外要减负一些比较 细节的条件出来就是说 你经营的公司每年要有300万的营业额 或者是你公司要有50万美金的外汇的收入 或者是你公司要有20万的外汇的佣金收入 这三个条件中你只有符合一国 那你就可以跟移民署申请你居留证的延续 那后面延续的话一般来说居留证 它是给你三年时间的 后面的三年时间就是期满之后 你一样公司要符合这个条件 你的居留证才可以继续延续 所以这个条件对我们一般香港人来说 如果你不是说 就是有把握每年做到这么大的营业额的话 就比较辛苦一些 因为你如果答不到它的标准的话 它就不会再批你的居留证给你留下来 那这个工作居留的话 它不同于香港 如果你在香港工作满七年 雇主可以帮你工作的时候 申请香港的身份证 接着你住满七年之后 你就可以拥有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证 但是台湾是这个工作的居留的话 是一直都是只是居留的状态 除非你另外有符合你可以办理定居的条件 你才可以另外再办一个定居 再拿台湾的身份证 是 是 Buz 那就是说其实工作的居留证 无论你是受雇或者是自雇 那在公司的规模里面 它都是需要一年的营业额达到300万 那又或者你的支出 就是营业成本又达到100万 那才可以符合规定 就是不可以很小规模的公司 或者一个卖鱼蛋 赚很小钱的公司 它就不可以用来申请这个工作居留证 对不对 是 因为一般来说 台湾政府他们都认为 如果你需要不请本国人 要请到外国人 相对来说你支出的薪水 一定要比较高一点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台湾找到人 你为什么要找外国人 所以他们在这个部分的话 他都要怕这些公司在那里走漏洞 帮忙人家 办在台湾居留的部分 所以他们要设一些门凳在那里 等你们公司 一定要达到这个门凳之后 你们才可以继续促拼这个外国人 是 是 是 所以他们请这些 就是譬如我们港人 如果受拼来台湾的话 那那个最低工资 就是我们港人的最低工资 就必须是本地人的最低工资 23,800元的一倍 大概就是50元左右 就是乘以二 是不是 是 是 没错 是 是 而且拿了居留证之后 其实他不断要续 其实他是依附这间公司的 譬如说这间公司 假设他是倒闭 又或者是他不再经营 或者是不再聘请你的话 其实居留证其实即时都没效的了 你就要回原居地了 是不是 是 没错 如果这间公司已经不存在的话 他一般规定就是你15日内就要离境 因为已经不符合居留证当时申请的条件 是 是真的都很赶快 15日 但是因为但那些数据都有一定的时间 是 是 是 一般来说你丧失那个居留的条件的时候 一般他们都是15日内你就要出境了 不理你是公司不存在 或者是你其他的原因 是 是 是 但是其实拿着这个工作居留证 他在台湾生活来说 都很多方便的 譬如说他可以申请健保 还有他也都有其他的权益上的 跟身份证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拿居留证在工作的话 目前来说是他可以 其实我们台湾有个叫做劳工保险 有个全民健康保险 有个叫做劳工退休金 至于他外籍人士的身份 拿居留证在台湾工作的话 目前是可以得到劳工保险 和全民健康保险这两样保障 至于劳工退休金 他就不符合这个条件了 因为一般来说 台湾政府会定义这个 外国人在台湾工作 就不是一个长期在台湾工作 不会在台湾退休 所以就不可以享用劳工退休金条例 所以在台湾上的公司要每个月提博 6个人的退休金 给外国的劳工 至于其实有劳工保险 已经是开放很多了 以前只得到全民健康保险 那至于退休金的部分 如果你是拿到永久居留证的话 而在职场上工作的话 他又可以得到再加劳工退休金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永久居留证 他就有三项的保障 但是这一类一般的工作居留证就很难 比较难得到永久居留证 通常就是依附着他的公司 就是三年一续的帮他续的 是不是这样 是 没错没错 是 是 是 那有些人他就是想着 就是为什么他会用这个途径呢 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资产 就是说要600万 接着又要做生意 又要请 就是而且现在的新的规定就是三年 或者是请两个本地的台湾人 就是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些要求 他可能就是他用比较低的 所以有一个说法 我50万都可以开一间公司 就在台湾住的了 那个就是自顾这个条件 是不是 那只不过 是 没错 他的资本可能就是低一点 不过问题 他的营业额必须要维持 一年里面有300万 或者是他营业的支出 就是洗费又要达到100万台币 都是说 那才可以继续去 就是逐签他的居留证 是不是 是 没错 另外他可以 如果他在台湾有一段婚姻 他就可以改变那个居留的目的 留在台湾 就是先用这个途径先 来到就是再可能再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再衣衫了 如果结了婚的话 是 没错 没错 是 是 是 明白明白 不过这个就是我们 第四部分就会再讲 请Bruce再讲 结婚那样的规定是怎样 因为文法今天公布了 就说18岁改到20岁 不是20岁改到18岁 变成不需要父母同意他都可以去结婚 变成一个成年人 18岁已经 但是这个实施不是这么快的 要2023年的 不知道Bruce你没有留意这个条例呢 有 因为台湾的法令 一般来讲好像文法那样 就是由行政院 先去做一个收法的一个起稿 整个稿起完之后 因为他的法律的途径 一定要经过立法院 三读通过之后才可以实施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 行政院已经将这个 20岁下收到18岁做成年人的资料 已经公告出来 那新闻上面都可以找得到的了 那到时候整个文法的修正案 就会送到立法院 所以他们预计是2023年的1月1号 才开始实施这个新修正的部分 是 没错 没错 我都是看到今天最新的新闻 那这个就关系到我们 以后讲的结婚依亲 那说回我们工作的居留证 其实如果他不是有些变化 就是说我可能娶过台湾人 那接着用结婚依亲来居留的话 其实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希望 去拿到身份证的了 基本上你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 就是不会说你居留的条件 没有改变的话 你工作居留 因为他唯一的就是依附在你 因为工作上面的原因 你才取得这个居留 所以如果工作上面的原因取消了之后 消灭了之后 那么他的居留证就已经没有一个依附的理由存在 当然就会取消了 不过这个反而在台湾的外劳 那个规定不同 外劳好像住满多少年 他们就有机会拿到身份证 或者永久居留证 为什么香港人就是港澳人 他来这儿工作反而就是没有的 好像是白领和蓝领之间的不同 那Bose你可不可以讲讲这方面是为什么呢 好 因为去年一样是行政院那里 有公布一个叫做新经济移民法 因为台湾目前来讲 慢慢迈入老年的社会 所以他在长期照顾上面的人才 还有他工程上面所需要的人才是很缺的 因为他要发展这些这样的工作机会的时候 他发觉我们台湾本身很多员工是没什么 台湾人没什么兴趣去做那些工地的工作 或者是长期照顾的工作 所以台湾政府会比较重心依赖在东南亚国家的外劳 那目前来讲其实东南亚国家来讲 很多的长期照顾工都是由泰国、印尼和越南这三个地方 组成这样 那至于工地上面大部分都是泰国的劳工 印尼的劳工比较多一些 那因为台湾政府去看到他后面网后的老年化的情形 越来越严重的话 他这方面的人才是他们预计会缺乏很多 所以他才推一个叫做新经济移民法 就是希望这些长期来到台湾工作 这个工作就是长期照顾工 就是照顾那些老人家或者身体不方便的老人家 那个新经济移民法就是说他们如果是连续在台湾住满六年 每年也是一样住超过半年以上的话 六年之后他可以取得一个长期居留的资格 那长期居留的资格再有符合条件之后 他们就可以申请定居 那就可以拿到台湾身份证 那但是前提就是说他们要放弃他原有的国籍 那这个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考量 就是说他要不要 因为他已经拿到长期居留的资格之后 其实一样他就是一个叫做长期居留证 他就可以自由出入台湾 那至于他后面要不要拿台湾身份证 就是看他要不要他自己好像印尼那样 你要不要放在你印尼的国籍 或者你越南要不要放在你越南的国籍之下 来拿台湾的身份证和台湾的护照 那这些是个人的考量 但是起码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说 他平时之前六年来打工的时候 他也是拿工作的居留 那当他满了六年之后 符合那个居留条件之后 台湾政府给他们一个叫做长期居留的一个优惠 至于他们以后他们想怎样运作 就是看他们个人的家庭因素 其他因素去判定 是 是 谢谢布斯 我知道你刚才说到长期招募工 就是有点像我们香港的那些姐姐 纷纷照顾家的 那他主要是照顾老人 或者是一些病人 那又或者是工地的那些移工 台湾叫做移民过来做工的那些东南亚人士 又或者是出海的 我都看到很多 就是说阮阳 或者是打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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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南亚人士是做这些工作 而这些工作工种 是台湾本地人比较不会做的 所以台湾才会有立这些例 而给一些可以令他们申请永久居留证 方便他们可以自由出入 或者是换雇主 就是不止得我们港澳 说那个工作居留证 是依附某一间公司 或者你开那一间公司 而那间公司存在与否 就已经决定了 你可不可以逐这个居留证 那个分别就在这里 是 没错 没错 那我们如果拿了居留证之后 其实权益几乎就和身份证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说 我没办法保证你这间公司永远都存在 或者你永远都受雇 或者你自己经营那个自雇那个身份 就是你这间公司也都可以不断的 有这样的每年三百万台币的营业额 所以就如果一旦没了 那我们就唯有回到香港了 所以就有别的移民了 就是说就是可能你如果有专长的 或者有一些正照上高的 怎么说呢 那些就是专裁移民的另外一个范畴了 那一旦第二部分可能就是Bruce 你就会说这一部分是吧 是 没错 没错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了这个第一部分 说了工作居留证 是没办法换到身份证之外 一旦Bruce会和德哥就继续谈下去 那些专裁移民 和创业家的签证和其他种类就学 结婚那些全部都是最终是可以拿到身份证的 但是必须要符合了某一些条件 那一旦Bruce就会详细地去解释 讲解给听众 反正香港人就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 就着自己那个适合的类别 就着自己的资金的多少 然后透过咨询一些的移民顾问 或者等其他的相关人士了解 可以用哪一个方面去移民去台湾 或者是居住在台湾 是的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可能我本身是 我没有任何专长 我又没有钱 那我又想来台湾住的话 可能就是只可以拿到工作居留证 而这个工作居留证 就比较没那么永远的 就是你真是看一家公司 但又要续 我看片段就说两年多 又立即要续续 不会等三年 是不是Bruce 是 因为他的证件发给你的时候 因为他都不知道你公司要做多久 所以大部分他们第一次发的时候 大概一般来说是一到两年的时间 那就看他到时你写 跟投審会写那个投资计划里面 怎么样去发 那目前来说 投资移民的部分 他是发一年半的居留 第一次是发一年半 因为他预计你一年内就可以取得 这个台湾身份证 所以他的时间是发一年半 至于如果你说要用两年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的话 那你到一年半 在其满之前三十日内 你就要和移民存在续居留证 那他再发的时候 就是后面发就是三年三年一次 最长就是三年 他就和永久居留证不一样 因为你这个是因为 因为他一年时间就会变成 好了我们先拜托Mon姐 希望你下个星期和我们全程投入 做了两个小时 做了两个小时 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chois tiers 3